皮毛 过去在人的家产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份财产 对吧 我们有句成语叫积业成球 说的是把那个狐狸 业下的毛搜集起来 最后成为一间大一 你把一个狐狸 业下的毛搜集起来成为一个大一 你就想想这个成本 这时间成本有多么的重 我过去讲过国宝100 国宝100里讲过球卫四气 那个球卫本身它就是一个皮货商 过去皮货商身价还是很高的 今天看这个好像大家不怎么穿皮货了 所以这个皮货商呢 社会地位就没那么高 可过去不一样 过去卖皮货的人都牛的不行 那我们看看这些狐人的形象 同时期同类你可以找到 比如山西太原 徐显秀墓的壁画里 那个主人就就是徐显秀 他身上穿着一件豪华的球皮外衣 气势十足 跟这个都差不多 只不过呢 今天的人穿皮草少了 对吧 今天呢 为什么穿皮草少了呢 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环保 环保主义者呢 是不希望人穿动物兽毛的 所以你在国外经常看到有一些 环保主义者游行 就是要保护动物 不能穿他的皮草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不去打野生动物 我们家养动物 家养动物也有皮草 我们今天有养雕的 养狐狸的 养各种可以利用的 兽毛的兽皮 但是环保主义者 依然有他的态度 就觉得我们人今天 科技这么成功了 没必要老穿皮毛 那么皮毛呢 过去有钱人穿这皮毛呢 都是里头有衬 外头有 有罩 穷人穿就不这样了 穷人就直接穿了 比如老羊皮 羊毛冲外 我们看看到陕北农民穿的老羊皮 过去在东北啊 在内蒙啊 都有人穿老羊皮 那羊皮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它确实的郁寒 冬季保暖 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古人靠什么呢 没有羽绒这种衣服啊 也没有这种画签的这种制品都没有 那就是靠棉 早期的古人的那个棉啊 是丝棉的棉 不是棉花的棉 是丝棉的棉 我们在湖南长沙 马蒙堆汉木中就出土了 十一件丝棉袍啊 这个它那个丝棉袍呢 就是也是这种很传统的胶领 右刃直居啊 这都是术语 什么叫胶领呢 领子交叉的 什么叫右刃呢 右边在前边 直居呢 是裙摆是直的 中国汉代的时候呢 上衣和下长就连接在一起了 它是一种流行的款式 这种款式叫身衣 你可以理解成长衣 就上下身是一体的 那么身衣的这种流行呢 实际上从春秋战国就开始了 再早中国古代的服装呢 是上衣下长呢 是分开两个部分 后来慢慢慢慢学的 把它这个剪裁在一起 缝合在一起呢 比较方便 那么身衣有两类 一类呢 是直居 居是下面 下面下摆这个位置 还有一种是取居 是邪的 到了我们的汉代 汉代我们都知道 是中国地质社会的第一次经济高峰 那时候取居的身衣就非常流行 我们从出土的汉代的陶永龙 能看到大量的 你知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人古人呢 都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 它是有很多规矩的 它首先对姿势 就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标准的坐姿呢 是寄坐 所谓寄坐就是跪坐 跪在那里 屁股顶住后脚跟 这个坐法非常的累 不信你在家里试试 一般人坐不住一分钟 你觉得我们古人 怎么一坐坐好几个小时 我怎么一分钟都坐不了 你还就坐不了一分钟 不信你试试 如果你特别年轻 没准你能坐两分钟 但是岁数大了 一定都坐不了一分钟 这种姿势做不了怎么办呢 就换一个姿势 这个姿势叫鸡坐 跨鸡的鸡 就是俩腿 往前伸 坐在地上 跟个跨鸡的姿势一样 这个姿势是非常粗鲁和失礼的 主要是跟那时候的服装有关 我们都知道 秦汉之前 中国人是不穿内衣的 一般人不穿 里面穿的裤子是俩裤腿 严格意义上讲 它不叫开裆裤 它就是俩裤腿 那你俩腿像波及一样的往前伸 就很容易走光 所以 史记上有些记载就很有意思 比如 荆轲 刺秦王 失败以后 他靠着柱子 叫 鸡鞠以骂 什么叫鸡鞠以骂呢 鸡就是像波及一样 俩腿往前伸的 鸡是坐在那里 然后就坐在那 岔开俩腿 一头骂 他表示对秦王的一种蔑视 那么中国人真正大规模的穿上裤子 那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北朝的 到了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少数民族相继 入住中原 就是各种各色人等 就杂居了 这个民族大融合 传统的这种身衣 就不大适合社会的需求 胡人的打扮 就慢慢慢慢的呢 就影响了我们 影响了我们汉人 胡人的打扮是什么呢 他是叫裤者 什么叫裤者 裤就是裤子 裤者装呢 他在民间流行 后来就成为了北朝的一个正式礼服 所以他影响很大 你正式礼服嘛 那么他上下身就可以分开了 当时的这个 我们都知道 中国这段历史时期 是南北朝对峙的 南朝保留了一些中原的传统 包衣搏带 这种穿衣的风格呢 在当时的社会呢 就形成一种风尚 它主要是以宽袍大袖为时尚 世人呢 就是有文化的人 士族啊 他对宽衣呢 有一种追求 他追求到什么程度呢 追求到放荡不济的地位 所以那衣服都都不讲究 里头都是裸着身子 穿着个大袍子就出来了 想干嘛干嘛 我们如果翻过头去看 中国的这个服装史呢 就是说在汉朝啊 东汉以前呢 那个男女服装的结构 差异性不大 大体相同 男女都穿一种衣服 但是到时候东汉时期 我们都知道汉朝经过了这个200年的发展以后呢 哎 他的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都提高了嘛 所以呢 他的衣服就开始发生变化 女装就把原来穿在里面的如何裙呢 就开始外穿 表明我跟你不同 他就与男装的袍服形成了一种差异 就是一看这是女人的 一看这是男人的 这种穿法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 就特别的盛行 这个汉岳府啊 里就说啊 相以为下群 子以为上儒 说的就是儒群 到了啊 初唐和盛唐的时候 北方游牧民族跟中原呢 就交往就特别多啊 加上李唐一脉啊 就是皇室呢 他本身就带着少数民族的血统啊 就他们的服饰也对女着男装呢 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前面讲过啊 唐代的时候很多妇女愿意着男装啊 显得精神啊 显得精神 也显得妇女的地位跟男子平等 唐代女性的这种着装意识呢 这个胡服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她创造出了一种呢 整体的社会氛围 就是男女平等啊 你比如太平公主 她就喜欢穿男装 那么唐代啊 尤其是中唐以后啊 骑马交游就开始盛行 我们今天都觉得 哎呀骑马这东西高贵呀 优雅呀 但是在唐以前 骑马本身出行 是一个很野蛮的事 不是很光彩的事 贵族认为他很低俗 因为先秦啊 包括秦汉时期 马都是用于驾车的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坐车上 南北朝以后呢 上层的这个男子啊 就出门的时候 有时候呢 他还是讲究坐车啊 说这骑马这个不行太野 那时候在一些隆重场合呢 他会认为你骑马就是有点失礼嘛 只有军人才骑马打仗嘛 但是到了唐朝长时间的啊 社会稳定啊 他上面的一些贵族呢 就喜欢骑马玩 玩呆玩去呢 就把这骑马这事给玩高了 就是骑马已经不再变成不入流的行为 而变成了一种时尚 对吧 这个我们都知道张护的诗啊 国国夫人程主恩 平民骑马入宫门啊 国国夫人游春土 你看这些贵族妇女骑着马 一块游春 那证明什么呢 证明骑马的地位在提高 那么那时候呢 马术也就盛行了啊 张淮太子墓中的这个打马球的壁画 大家都看见过 是吧 唐代打马球变成了一种高贵的运动 每一种服装的生存呢 一定有他生存的道理啊 整个唐朝在初唐时期女子的装束呢 他就受了很多胡人的影响 比如啊 他多是这种紧身窄袖 我们通过那个大衣就能够了解什么叫紧身窄袖啊 他紧身窄袖呢 就使人显得非常的挺拔 半壁啊 就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短袖 在初唐呢 曾经是非常盛行的 他跟紧身窄袖的衣服呢 有直接关系啊 只不过那时候的半壁 就是短袖呢 是穿在如山外面的啊 就是长衣外面 穿一个短袖的罩衣 这种形式呢 完全是追求一种新颖的变化 我们如果往前倒 就说这种形式呢 早汉魏魏晋时期都有了嘛 但是那时候并不被广泛的大众去接受 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呢 上不了台面这半袖呢 就该变成一种风靡 你们仔细想 我们这些年的服装也是 一波一波的风靡啊 因为我这个岁数 我看过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每十年一次的服装变化 有很多你认为 非常土的衣服 过两天 它又忽然时髦起来 你认为非常时髦的衣服 过上十年八年 又变得非常的土 半袖这种穿法 到了唐中期以后 就逐渐逐渐就少了 那个那时候的服装呢 就变得越来越宽大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始流行 以胖为美了 我拿两件文物啊 这俩文物呢 上面画的都是人物 这人物画的都比较大 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我左手这件呢 是康熙年间的 我右手这件是乾隆年间的 中间隔着 隔着个大几十年吧 我们看清代的这个瓷器啊 尤其看清代乾隆年间 以前的瓷器 它大致上画的服装都是汉服 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明代服装的一些特征 那么明代服装呢 基本上是程系宋代的啊 那么它主要的变化是在 一群之间的一个比例 这种比例呢 如果你不是研究的呢 你看着都差不多啊 那么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都可以理解的都是上衣短下衣长啊 下衣就是下长长啊 然后呢 这个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件文物啊 你看它的衣裙都比较宽松啊 下面都特别自由啊 有飘飘逸感 当然我们知道画到这样瓷器上的这种妇女呢 一定都是当时的社会上流人 你看这是艳乐图啊 在那又跳舞又演奏 这边呢是七仙女啊 看到没有 这七仙女啊 这衣服啊 它的细节啊 你看它的细节的表达啊 身上的那些文饰的表达 材料的不同 都能看得很清楚 那么明代服装不同呢 就是它用的材料 在丝绸啊 葛麻毛球之外呢 明代服装开始了 大规模的使用了棉布啊 棉花 棉花的好处呢 就是它能够使每一个人冬季都可以 这个保暖啊 这个 过去穷人过冬是个非常痛苦的事啊 有了棉花就会好很多 你起码能够穿棉衣棉裤呢 能够不至于 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啊 就是我看到就是各种小视频里 就是好像红楼梦又热起来了啊 就说八几年的八七版那个 那个 那个 红楼梦呢 这个 引发了很多现在年轻人的关注 因为那时候拍的戏 呃 我们这些人看那个戏的人 今天都这岁数了 年轻人根本就没看过 有的九零后 零零后 他都没看过 看 这会儿把它找出来看呢 还觉得很亲切 那么红楼梦里呢 是因为有大量的服装的描述啊 有很多描述 这种描述呢 你实际上可以跟这样的文物呢 一一对照啊 对照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 这个确实是这个 这个样子啊 他描述的是非常的准确 我们今天如果啊 如果有机会再重新拍红楼梦 因为我听到一些大导演说 还是想重新再拍红楼梦 我说那红楼梦比较好拍 怎么拍 照实了拍 红楼梦怎么写的 你就怎么拍 红楼梦怎么推进的 你就怎么推进 一百二十回 如果这个两回啊 拍一集的话 你能拍六十集 如果你说我就一回拍一集 那更好 一百二十集 你就照着红楼梦的所有的推进 严丝合缝的向前推进 他穿什么衣服 你可以找到那个时期的一些瓷器 画得非常的清晰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大量的当时的图像资料 给你帮你帮我看